随着医疗美容的兴起 想要保持青春方采 展现自信与风貌 成为美丽代言人的梦想 透过专业医疗团队 与使用先进且合格仪器 让美梦可以成真 尤其先进的医美技术 以可针对个人局部的缺点 或是肤质做改变 变美将不再是一件难事咯 现在医学美容发展的新趋势 就是病人要求伤口要少 复原的时间要短 我们的医师大部分都是有外科背景的 有手术经验的 那以我来说 我以前在高雄长庚担任组织医师的时候 每个月大概会有将近70到80人次的手术 那这些手术大部分都是 借由操作雷射仪器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对雷射仪器的操作的经验 还有熟悉度是相当有经验的 很多的病人是从搭着高铁 礼拜五晚上或者周末的时候 他们就下来 那做了一个很好的医学美容的疗程之后 在短短的两个小时 他可以再回到台北 可以做一日的一个医学美容之旅 为在高雄奉心高中正对面的医美中心 以丰富操刀经验知名的吴晨龙医师 开业七八年来病患无数 一年多前也因应医美市场需求 吴医师与拥有瑞士 Sidesco国际美容师执照的 叶敦娟老师 共同组成阵容坚强的医美团队 为南部地区的民众提供专业的医美服务 我们的护理师包括美容师 他们都是有双证照的 同时具有护理师的执照和美容师的执照 所以我们提供的美容是有医学作为基础的 现今医美趋势 雷射已是美容的主流市场 吴医师也引进南台湾第一部飞缩雷射 针对脸上有凹洞 痘疤的朋友做真皮层的刺激 一次破坏少部分的皮肤 再翻三到五阶段治疗 来改善严重的皮肤问题 而诊所内的柔肤光雷射 则是女性朋友们的最爱 在治疗同时 以冷光高压氧做急速修复 来减轻肌肤的不适感 可说是病患的一大福音哦 飞缩雷射基本上它主要是透过 一五五零的波长直接刺激 真皮层底下的胶原蛋白 真皮层底下的胶原蛋白受到刺激以后 它日后会慢慢增生 藉由增生的过程来达到 表皮这些凹洞这些疤痕的填补 柔肤光雷射基本上它是采用 1064的波长的一个雷射 它的作用也是直接作用在真皮层 基本上它除了可以除斑美白以外 它还有具有除细纹的作用 另外它也有具有刺激真皮层的 胶原蛋白准生的作用 除了舒适的环境 中芯的气氛设计也相当高雅 除了一般休息区 中芯为了给VIP客人充分的隐移性 还独设VIP会员休息室 让VIP患者享有如俱乐部般的空间 或可在术后进行肌肤护理时 能安心休憩 并同时享受娱乐休闲的空间 通常病人他们会带着很恐惧的心 抱着很担心这个伤口会不会复原 那在这方面我们都会给 极大的一个咨询跟鼓励 还有安慰他们 我今年45岁我们是做航拍的 那之前是因为我的脸上脸颊都有很多班 我现在是做第五次 其实在第二次的时候状况就很好了 就班有蛋很多 然后现在就是一直持续在治疗场中 我就是要结婚 那他们这边有推一个新娘的疗程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拍结婚照一定要美白 所以我就是经由朋友介绍然后来 我之前要来之前有比较上网比较过很多家医学美容 那环境也有稍微去看过 但是我觉得这边是环境很舒适 然后价钱又很公道 然后吴医师的技术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觉得女人最重要的是留住青春 青春可以让人感觉到说很自信 精神也很好 之前的皮肤是毛细孔比较大 而且也有脸部这边也会垂下了一点感觉 但是做了之后我觉得效果很好 目前医学美容的项目 以除斑 除痘 美白静肤等雷射美容为主 而电波拉皮 肉毒杆菌等微整形美容 也受到许多爱美女性的喜爱 另外以电疗法原理的懒人瘦身法 是唯一通过医学中心人体临床试验的瘦身法 在我们的目标里头 我们当然就是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 那每一个人带着问题来的患者 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头 去达到最好的一个疗效 那我们也都希望能够朝着这个目标来做 在医学美容盛行的世代 女人重视美丽健康变得更加容易 而选择合格有信用的医疗诊所 与经验丰富的医师诊断 让身体的缺点轻松解决 整线个人自信风采 美丽更加分哦